是二雷安打以上的 天高的球 这个球咬得扎实 左外眼方向 职棒一大犀牛队 真的找到新东家了吗 市场传出 富邦金有意接手 六号被问及此事的富邦金 董事长蔡明忠 只是回应好事多磨 我想就好事多磨吧 好事多磨当然就是还没确定 所以才好事多磨 这是一个很大的承担 买下职棒队 的确是比不小的开销 从经营费 球员合约 以及任养球场等加总起来 初期资金需求 至少就得花三亿元 虽然接手成本高 但蔡明忠认为 运动经济值得投资 经济里面很重要一块 也是所谓的sport健康 四年以后 我们的奥运 听说棒球也要重返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有机会来看看 能不能对职棒竞点心力 我觉得这个timing也算是不错 对于能否顺利接手职棒 蔡明忠不肯松口 不过对于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赵丰金案 蔡明忠可视 也学习了很多 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打包票 但是我们总要尽量来努力 近年来反洗钱防治 陆续受到各国重视 对于金融机构的管制 也越来越严格 也难怪蔡明忠对自家内控问题 不敢拍胸脯打包票了 经济日报求婚 陈岳威台北报道 不敢拍胸 不敢拍胸